在看到县议员叶昆景则是是针对了捕风案以及势力殡葬迁移 还有鲤鱼潭游览车规划和光滑沙石专业区的设置 希望县政府能够做好沟通工作来造福地方 欢迎县议会县政总资讯当中 县议员叶昆景则是建议欢迎县政府团队应该做好与县议会互动的关系 建立彼此的信任 共同一起来推动县议工作 针对我们华临县政提出一个建议四个要求 一个建议是希望县衛跟议会之间能够共创 互信的一个基础 然后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交流 让我们县政的推动能够经由双方的互动 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建议县政府跟议会之间 能够朝向双向的一个沟通 然后同时进行情感的交流 这是一个第一个建议 然后四个要求是希望 我们有关于最近闹得灰灰扬扬的机场的问题 我想我们县府应该本着遵循众士民意 然后能够进而的来了解到地方的需求 然后设置的地点得当于火 我们都应该能够深入了解 同时县政府以法行政也有其他的一个行政立场 必须要遵循的所在 当然我们在这边也希望 进入这一次的定期单会 能够让外界更能够明白 县政府的立场跟议会的立场 都能够重视民运 同时关怀地方 然后同时也希望能够产业在住进 同时能够注意到地理环境 会是我会影响到设计的发展 跟未来村民的生活品质 第二个要求就是有关于 这个发展势力兵运馆这个迁移 因为现在新政府积极地在 从事于香榭大道的一个星座 如果市立兵运馆没有迁移 将来漫步在香榭大道 如果走到顶端底端的时候 这个所呈现出来的 是一片仙人兵运馆 所有的这个情景 真的是大煞风景 我们也希望能够配合这一次的 一个兵运馆的牵引 我们也让这个武全浪布塔 武全公墓能够齐引 这个很好化 所以我们在这边 这个建议要求 现在务必落实积极地办理 这个生命无法延期的规划 第三个要求 就是有关于离坛染色的部分 这个已经谈论了非常久 规划案也已经草案多好几年了 所以我们是希望 这个规划业务承判单位 观光旅游处能够朝向 这个怎么去让游客 能够务实地落实在离坛 其次谈到就是光荣杀石专业区 第四个要求 光荣杀石专业区已经规划 整体规划已经好久了 所以也希望怎么要 现在更积极地 然后配合工业局 能够目前所应该办的工厅会 尽速地来办理 让我们这些尚未合法的工厂 都能够取得一个合法的土地 先言叶科学表示 四个提出了地方重大建设工作 希望幸福能够加以重视 共同来为地方推动来努力 记得请问 欢迎收视频道